摩托哥出局 这个品种大家应该不陌生 它也是一种网红花卉 主要是因为它的花期超长 它从前一段时间就开始开花了 它现在会一直的开一直的开 你看它高的花苞 我们可以剪下来做切花 可以放到花瓶里面插起来 下面矮的你看底下花苞满满的又长出来了 它的花一直能够开到什么时候呢 能够开到深秋 天气冷下来以后 它才会停止开花 它会休眠一段时间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又开始重新开花 因为摩托哥出局 它也是多年生的草本菊科花卉 它也是出局的一种原产非洲 所以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个品种 它就是摩托哥出局当中 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品种 就是非洲之眼 这个花瓶很有特色 边上是白色 中间是有一点这种深棕色 它的花间是很长的 我们可以把它剪下来做切花 另外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品种 就是这个杏子果酱 桃子果酱和杏子果酱 其实它的颜色 一个深一个浅 性的果酱稍微浅一些 其实它俩的区分也不是特别的大 不管它是什么 不管是深还是浅 总之 它的开花能力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要摩托哥出去 你也不用担心打顶的问题 你就把水肥给它管理好就行了 分支的事情就交给它自己 它自己会分支 会自我分支 有的 它自己就会形成一大盆 像这个12厘米口径的盆 你给它换到两加轮 或是三加轮里面 它一年就能够长满 它的根系也是很旺盛的 长得超级快 我们在配置盆土的时候 尽量的给它配置的 输出透气一些 不要配置的太板结 这样它会长得更快 水和肥都要给它跟上 但是施肥的时候 我们要给大家提醒一下 你不要一次种太多的肥 因为这种草本花卉 它对于肥料的需求 都不是特别的大 它不像一些木本的花卉 比如说月桀 你如果不给它肥料 它可能开花开一朵就不开了 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 都会出现芒芝 这种菊克类的植物 它是超级好养的 你只要 盆土里面有差不多的肥料 就可以了 就能满足它的生长需求了 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经常有话又会问到 这个摩洛哥出局的耐寒 耐热性怎么样 摩洛哥出局 它具有一定的耐热性 南方地区也可以养 夏天的时候 它的开花的数量 如果太热 它可能会稍微的减少 甚至是不开花 但是过了那一段 太热的时间以后 它又会重新开花 如果你有条件的 也可以给它遮阳一下 把它放到 有散光的地方 它还能够继续的开花 南方地区的话 在冬天 它是可以露天月冬的 只要你的气温不是特别的低 只要当地气温不是特别的低 如果最冷的那一些天树 如果最冷的那一段时间 最冷的那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考虑把它放到室内 等到春天天气暖和 我们重新把它搬到室外 它又开始重新生长 开始重新开花 那北方地区的话 我们尽量的低于零度 我们就把它放到室内来养 这样它是没有什么大碍的 如果有的话 有想要养这种开花爆盆的 如果有的话 有想要轻轻松松实现这种 开花爆盆的感觉 就可以选择这个品种 摩洛哥雏菊 希望我们今天推荐这个品种 大家能够喜欢